大家好,我是可可妈妈,我是Alex 妈妈,我刚刚请教Google大神 他说啊,在一年的十二个月之中 有八个和儿童相关的节日 像是今天是国际儿童日 还有国际无从工日 国际儿童图书日等等 哦,可见联合国对于儿童权利和发展各方面 已经有相当的重视了 我觉得啊,这种相情来说 是对于弱者的关注和照顾 是人类在心智上的进步和文明的表现 因为啊,动物界里不同物种之间 就比较像是弱肉强食了 哇,妈妈你看 原来在全世界每天还有大约一万五千名五岁以下的儿童 死于可预防的疾病 数百万的儿童没办法上学 上亿的儿童在面对暴力 贫困 冲突等威胁及危险 这些数字好大 不会太多啦 是好几倍的台湾人口 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能去学校上学 真的无法想象他们不能上学 还要面对战争 每天生活在恐惧中 光是看贫穷国家的孩童 要什么没什么 有一餐没一餐的 感觉好辛苦 虽然啊,地球上的很多角落 真然有一群没有平安快乐的童年 受到好好保护的孩子们 这是因为全球意识的崛起 和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 可以让这些受困儿童 因此得到救援哦 可是联合国在1954年 就已经为了改善全世界 儿童权益的意识 所以设立了国际儿童日 到了现在2022 已经将近70年过去了 为什么还是这么多地方 有儿童受压迫 没有保障到呢 时间感觉也不短 你问的很关键 通常人要立即做出改变 是非常困难的哦 除了要先意识到问题的存在 还要愿意承认问题 将会影响的范围和严重性 但是也因为人总是看得短浅嘛 当眼前的立即立益呢 看似大于长远的好处的时候 愿意改变的力道就为乎其为啰 战争很明显就是利益上谈不拢 你争我多的产物哦 妈妈 你刚说立即的利益带于长远的好处 比如说呢 随便举个例子吧 像我希望你们平日呢 都可以在九点半上床睡觉 但是你们偏偏都会慢慢弄到十点半 才能躺下 我知道啊 你们下课后回到家 是很想跟家人互动 想要有多一点悠闲聊天的时间 但是如果太晚睡 让隔天没有精神 呛气下来呢 会影响到你们身体和脑筋的发育 那这个早睡的要求呢 对你们来说呢 没有立即的好处 只会觉得 时间的自由被剥夺了 所以你们可能就会抗拒 或者不承认有改变的需要 可能要到一个学期后 放寒暑假啦 才会发现自己怎么这么累 每天都要补睡眠的债 真的 如果晚睡几天就明显病笨或生病 我就不敢了 对啊 有时候呢 正在变糟糕的过程中呢 不是那么容易去发现 史丹佛教授呢 他们有做过一个棉花糖实验 这里面立即满足和延迟享乐的这个结果 可以观察出能理性控制欲望的程度呢 就决定了关乎长远受益的成功格局哦 所以呢 我们才会需要每天花一点时间 来回顾反思一下 是不是最近有为了立即享乐 而退让了更大的好处呢 无论是自己的身体系统或者是社会系统 先过了愿意去关注去看见 和承认问题这两关呢 接下来就只是在做法上的探讨 相对的更容易进行和发展咯 那放眼去看世界上很多悬而未竭的冲突纷争呢 那我觉得儿童保障和权益的问题呢 是被整个大环境牵连所持续衍生的 回溯这个大环境问题的产生呢 也就是人们眼中的公权名利 所以呢 首要是大人们必须先有能力解决大人自己的问题 如果连自己的问题都看不清楚也解决不了 可能也没有办法真正的看清楚他人 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点 你看正在进行式的战争呢 还有政治经济局边的冲突 不也都是愿意就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吗 看起来都是卡在愿不愿意的这一关呢 没错 你看恶物战争到现在已经有九个月了 利己利益的坏处呢 也正在主导全世界的经济通通和民生 我们再从国际拉回台湾来看 之前一直在讨论的太极门税务奖案 也是个非常呼应利己满足的例子 这个案子呢 所有的行政救济 行政诉讼 能走的 能澄清的都走遍了 该有的清白证明也都具备了哦 但是国家税务官员的奖励金制度 利己诱因实在太大了 官员们呢 根本就不愿意去改变 不愿意为国家长远的金融健康 放下眼前庞大的物质和权力诱惑 所以就算他们必须违反正当的程序 走非法课税 捏造卫正 也横的下心去硬拗去执行 这些诱人犯罪的奖金呢 入带的背后 甚至造成无数百姓 家破人亡的惨状哦 感觉这样的政府很鸟耶 财到大便 可能都比天外飞来一张乌龙睡灯还要好多 换个角度来想呢 其实混乱的状态呢 是逼迫人类往前进化的动力 如果能太旧换新 把资源放在好好的整顿和突破之上呢 就不会原地打转或者继续恶化了 所以呢 管理国家的当权者 最需要的就是用旁观者的眼睛看自己 哦 还好有新盛代的你们耶 让我们在黑暗中看到光哦 因为我超级愿意看见问题的 你看哦 我们都期望你们长大 懂得分析事情的脉络 具有清晰的逻辑判断力 也最好呢是个解决问题者 而不是说一就只会说一 说二就不会做到三的那种 只会待在回圈里 不会做跳脱思考的 呆板机器人 尤其呢我们这一代的爸爸妈妈 更是竭尽我们的所能 花了比过去年大还要多许多的教育资源 让你们小孩呢有更广泛更多元的 学习机会和视野 希望你们的价值观啊 不要只是局限在口袋有多深 或者是权力有多大的刻板印象 那这些国家管理者呢 却一直在展示糟糕的社会身教 所以我们要对抗的是这个世界上很多 立即享乐和不愿意改变的阻力 所以我们大人呢 很需要让你们看见 我们是如何对政府的向上管理 那遇到不公平正义的疑虑呢 是可以客观具体的反映民意和讨论的哦 而不是摸鼻子想忍受啊 或者是躲起来当背后的酸民 希望政府呢也能做好向下管理 绝对不是关起门来 不绝沟通改进 吃我们的用我们的 却还随机残害民众 那我们小孩可以做什么吗 嗯 我觉得可以多多练习问为什么 多尝试用不同的角度去推敲事情 跟不同想法的人呢 聊聊彼此的看法也好 自己查资料也好 越多的资讯呢加上合理的判断 就不会是瞎子摸像的片段截取 可是可以帮助你建构出更完整的图像全貌哦 那这些练习呢除了会是很好的养分 当越多人都愿意去看件事情的全貌 或者是真相的时候呢 对于提高整体社会的品质 和连带的儿童保障和权力的愿景 才能真正的早点达成哦 好希望每个人 每个国家都能看远一点 从愿意开始本篇 嗯 我是Coco妈妈 我是Alex 我们下次见 活时见 我天地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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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共鸣向人圈 圣一颗良心 几分希望 圣人有良心 天下皆开心 圣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 圣护良心 爱地球 store 人权为何必 情地有爱 余何必 世界共鸣相人圈 人圈之上 創生平等 天地人分明 天地人分明 天地人分明